我们讲一下这个舌骨肌群 舌骨肌群有舌骨上跟舌骨下 舌骨肌群要是不对的话 这边吞咽的功能 甚至到味觉都会受到影响 还会有很容易呛到的 可是话说来 这些肌肉根本是不可能受伤的位置 对不对 原来是每一条肌肉出问题地方 都在它们的远端的地方出问题 比如说这边是胸锁乳突肌 这个受伤的可能性也略小 这个受伤可能性就大了 在胸锁乳突肌下来以后 有一层肌肉叫做肩胛舌骨肌 肩胛骨这边是很可能受伤的 连到舌骨的这一端就不太可能出问题 这么长的 这是一条很怪小的肌肉 叫做肩胛舌骨肌 那它已经属于舌骨上肌群的第一条 它要是不松的话 其他的舌骨上下肌群都会出问题 那舌骨上下肌群 这么有趣 再下来一条叫做二腹肌 二腹肌有两腹 一腹连在后面的乳出骨 一腹是连到前面的下汗骨这边 那有趣的是这两腹里面 这一个受伤有一点可能 这个受伤有一点可能 那中间在中央肌肌是不可能受伤的 是两端受伤才造成二腹肌不对 再下来还有一条叫做 金凸舌骨肌 金凸舌骨是一边是心凸 一边是舌骨 这个金凸骨可能受伤 它可能是阳面增生造成阴面波失 舌骨这边怎么可能受伤 不可能吗 又是外缘的伤 远端的伤 都是远端的伤 再下来这叫做下汗舌骨肌 这里是下汗骨连到舌骨 一样啊 舌骨不会受伤 可是下汗骨会受伤啊 再下来这个叫做海舌骨肌 这边上是下汗骨 这个在遗骨的正下方这是海骨 从海骨连到舌骨 一模一样啊 海舌骨肌这个还会受伤 舌骨不会受伤 所以我们需要按的是 这些舌骨肌群的周边的肌腱占领 把它做开啊 这些逐渐松掉以后 正下受伤不太有机会的 上面有舌骨 这边有甲状骨嘛 舌骨跟甲状骨之间有一组肌肉 再下来 从这个舌骨连到胸骨 也有一组肌肉 叫胸骨到甲状骨之间的肌肉 这边还有从甲状骨连到胸骨的甲状胸骨 OK 慢慢把它松掉以后 它在颈部刚刚说的连拳跟上连拳 就会慢慢通了 所以你看 看起来都是舌骨肌群 但是真正出问题 都是它们的远端出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 远端的一条条做松以后 你这个人脉要上去的连拳跟上连拳 上连拳就很容易通了 再绕 再绕起来 强调说右边的胆镜不够通 来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右边的胆镜 这里是肩颈 这是冤意跟折经 这是日月 这是金门 戴脉 五书 微道 居聊 到后面的环跳 好 再来 风氏 中毒 西阳关 外驱犬 阳群 阳灵犬 再来 阳交 外邱 光明 阳辅 这边我讲的是 刚刚讲过的玄宗穴超统的 现在没那么统一点 玄宗要对这边的离沟 一边是胆镜下 一个是肝金回 两边都刚好对应 这个松掉以后很有趣的 它一松了之后 因为牵涉到生肌之时代 趋肌之时代吧 所以你看看 怀关节就开始 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了 这边是 我们的坐骨神经 在大腿段是走后侧 小腿段也走后侧 可是到了脚的时候 它是两面都走好 坐骨神经 阳面跟阴面 是连在一起的 对 是 这里不对 你的脚底会麻 就是它的神经是来自于 第四 对对对 四五腰椎到三节地骨 这边不对的话 这边会麻 那西医的基本观念就是 我帮你找到源头 帮你 对 帮你把你这边开到 所以多少人冤枉做了 这个融合手术 而且是没有垫片的那一种 造成一辈子都痛苦 那就算这边换的有垫片的 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你要 整条水路通通都得要通 了解是吗 以膀胱经来讲 来 这是膀胱经要出来 以胃经来讲 这胃经的 这是解析 这是冲阳 这是陷谷 这是内庭 然后这是脾经要回去 来 再来胆经下来 要冲到这边 这个叫做足翘音 足翘音会对上头部的头翘音 然后胆经这边 还有一个有趣的学位 叫做足灵器 足翘音会对上头部的头翘音 现在才按的就是头翘音对这个足翘音 这个头翘音要对上这边的足翘音 OK 那表示到它的起点的部位跟中点的部位 已经开始连通起来了 这个胆经很顺 同时带动的三交经也顺起来了 OK 再走一次于是来 人脉就越来越容易上来了 OK 再来都脉要回来也容易了 脱顶的百会 到上到信会 上到上心 到神庭 再来这是我常常强调的天眼 离之共之中心 然后再下来这是两个斩竹之间的印堂 逐渐松了 左眉头这边有一个八大概也是自己抠的 那是自我疗愈机制各位不用太在意这些 再下来穿过皮肩的塑料 好再来心脏急救的刃中 或者叫水沟 再来这是上唇尖端的对端 然后接到上牙银 蛇系在上面的银胶 OK 这样子刃度就几乎要接通了 来再把脸部的这条这些 各处的其余逐境给他送一遍来 最近我常常会讲到这一条 叫做上汉动脉 为什么这边都紧脉了 对啊 这一阵子好多人都开始 中风它也是这话紧的 对是啊 来先讲这条上汉动脉 上汉动脉从这边 从颈外动脉的下巴骨这边穿过来 看到一片红了 然后穿过来以后 这边也通上下牙槽 如果这边的上海已经有被压迫 你上下牙槽的动脉就开始 就血管供应不良嘛 你的牙周就开始生病了 了解吗 所以牙周病 其实根本问题是循环不好的问题 而不是牙菌般的问题 好 这边上来的上汉动脉 在这边有网 镊骨方向走的这边叫做镊浅静脉 看到吗 整个都红起来了 镊浅静脉 但是镊浅静脉还比较容易上 难的是这个镊肾动脉 镊肾动脉要走到这个 这个颧骨宫这边 颧骨宫松开来以后 这边镊肾动脉才会上得去 然后跟颈外动脉这边上来汇合的鼻背动脉 还有这个滑车动脉 还有眼窝上动脉也都逐渐通了 看到吗 现在整个Fear的左脸几乎都是红润的 反而是右边还没有左边好 右边要补很容易 它本来就淤的比较少 前几天我拍过一位小姐的红光满面照 今天这也是 不但是红光满面 包括各个一条一条的纹路都会变轻 像这一条叫做台 变轻变淡 这是抬头纹 再来这中间走的是川子纹 川子纹其实就是膀胱经往上走的路径 但是还有正中央一条下来 川下来就是我讲的心灵纹 什么心灵纹 只有从天眼一直到坛中的这个路径 它正就是任督而卖 要交得到交不到的最后的关键 你看从它到上亚因不就是督脉的最后一段吗 从坛中到上亚因不就是人脉的最后一段吗 那这一段逐渐作松以后 那还有一条线叫做法令纹 法令纹是从这个眼鼻之间 这个接到嘴角切下来 还有切到哪里 切到这个气色 多少人我在做气色的时候 出现那个灵魂出窍的情形 所以说这个气色不只是呼吸的那个气 还有生气的气 灵魂的瘀也会瘀在这里 可以剩下最后一条叫做什么纹 叫做自在纹 它就是孝极嘛 如果你身部的夹击都没有问题了 只剩下比较表层的消极 那个嘴角就会很自然的就开放出来了 每次我讲到这里 故意爱耍一个什么 人生有很多什么 不想笑勉强笑 或者是想笑不敢笑 皮笑肉不笑 对皮笑肉不笑 或者是想哭不敢哭 或者是不想哭还勉强哭 那可以叫做皮哭肉不哭嘛 好 这些勉强通通都把它拿掉 人就大自在起来了 不但整个的脸部循环变好了 各条温路变浅了 还有大脑发出来的十二对脑神经 我们也走一遍 这是一嗅觉神经 一嗅二嗜 四神经没有那么容易 它是从这个颅内里面穿出来的 一嗅二嗜 三动眼 动眼神经倒是容易 来 自己眼睛动 上下左右 绕来绕去 不一定要张开来 眼珠子上下左右 到处乱飘移 一嗅二嗜 三动眼 四滑 滑车神经在哪里 就是眼内脚这边往上走的 这边还有滑车动脉 还有滑车神经 还有滑车静脉 这边坐开来的话 你看额头上就一片红光了 四滑五叉六外展 这是眼睛的外展肌 就是让你很给身的 可以看到左右各九十度的 所谓用眼睛的余光 偷偷看到我这样子 这边有外展肌 有外展神经所支配 马上结束了 六外展 再来七言 颜面神经 你可以做进各种表情 什么枝牙裂嘴 狮子吼 都可以 都是颜面神经 情绪表达七情六语的 七言八听 第八对神经 叫做未听神经 要进内耳的 它会影响到你的耳瓜 跟前听 跟三半规管 给七言八听 九舌烟 舌烟神经 对味觉有影响 再来第十对 是弥走神经 从嘴巴一路进到 食道到胃道 包括它的辅助器官的 肝啊 胆啊 后面的胰脏啊 这边的皮啊 有小肠啊 有十二肠 脂肠 空肠 回传 有结肠的 这边的蓝尾 还有盲肠 在身结肠 横结肠 降结肠 再到胰状结肠 到直肠 都是弥走神经在管的 好 弥 腹 再来 腹神经 管的是这边两条 脊肠 斜方肌跟 呃 一组叫做舌下神经 通的就是连圈跟上连圈啊 十二对脑神经 因为我们整个走一遍了 就出现一个很深层的 休息状态了 对吧 你怎么会见到 你怎么会见到 这边的 这边的 有什么 一言 我怎么会见到 你怎么会见到 你怎么会见到